一场台风下来 河北一样 东北一样 河北据说 淹了卓州 保卫的不是北京 是熊安 但你别忘了 熊安也是 小麦的餐区 大家应该知道前几年有一个关于重金属成绩 是吧 有一个叫个麦 重金属个 那么它成绩以后呢 在小麦中检测出来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来自河北的小麦 是全国小麦的主要的供应区 现在好了 寒不寒个都得检采 东北就更扯了 最近至少十年 东北在供应全国的粮食 之前没有过先例的 都说 胡广族 天下族 现在搞成 由东北来供应全国的主要的大米 玉米 大豆 那么在黑龙江也好 吉林也好 凉岭也好 你看到的这些 咽在水里的东西 你明显的就能感触到一点 是吧 今年不太好催 所以这个 即便经历了千难万组 是吧 咱们农业还是迎来了大风收 前两年呢 好好 编造这个故事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中国政府在世界上购买了 可以交易的粮食的 差不多一半 有人把它形容成 世界市场交易的一半以上的粮食 被中国政府买走 备战备荒 对吧 手里有粮 它自然就好坠了 就像他之前说 粮食安全问题一样 那么很多官方的舆论 都在编造一个故事 就是中国的粮食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因为照顾到这个 贸易问题 尤其是中美之间 搞出这个所谓的贸易战来以后 我们看到美国人要求你购买的清单里面 列出来的这些农产品 冷不定一看 好像美国是一个农业国 而中国是一个工业国一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 美国体育行业 就打篮球的这一类的 差不多每年 占GDP总额 是农业 尤其是出口农业的五倍 美国别说对中国出口 对全球 其他国家所有的出口 加在一起 一年农产品也就一千亿 而体育产业 差不多就五千亿了 你跟服务业根本就没办法比 美国的农业长期在1%以下 GDP的1%不到 而中国呢 四个人都知道 按习胖的口气 农业要是不能自己保证 饭碗将端到别人的手里 那么何来现代化呢 它的技术 其实还是那种无粮不稳 农业的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 可以推测到的数据 大概是 每年必须要进口 30%的粮食 才能勉强保证 粮食的 所谓 自己自足 相比之下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今天刚爆出来的一个数据 大概是 农产品的自给率 大概只能达到38% 那人家也没机会就得了 是吧 原因很简单 无论你粮食涨价也好 不涨价也好 总有人卖给它 而中国现在面临到的问题是 乌克兰想卖给你 黑海的这些港口 是吧 吃不去了 粮仓被炸了 甚至有的就是中粮 在那儿建的粮仓 仓库里的粮食 按理说都属于那种离岸的 对吧 它已经交割到海关 这个保随仓库了 就属于中粮的粮食了 俄罗斯一样炸 对吧 可能也不是它故意的 就像今天刚刚爆出来这个 它又炸了一些乌克兰的民居一样 是吧 把居民炸死了 其实能证明的一点就是 在过去的一年 卖你 它稍微有一些精度的装备 用完了 现在担心的不是它有没有炸弹 而是这个炸弹呢 是不是 能够保证精确轰炸 如果不能保证的话 以后的平民死伤 可能还会增加 那么针对乌克兰在黑海岸边的粮仓 它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 包括中国的该炸去炸 炸完了以后 打不了俄罗斯出口粮食给你 但你别忘了 中国在粮食进口调整多渠道保障安全的过程中 把玉米的第一进口国从美国改成了乌克兰 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 适合种玉米的不独 大家还记得一个笑话吗 有人把这个赫鲁晓夫是吧 画作用漫画的形式 画成一颗玉米 其实是他在任的时候提出 要大理种植玉米的 但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域 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种的 俄罗斯能出口足够的玉米给你吗 那如果不能 是吧 粮食安全从何谈起呢 国内遭水灾了 国际市场吗 欧克兰出现了一个变数 那么今年可能不仅仅是涨价的问题 粮食安全其实是无法得到保障的 这个问题在未来 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中国现在的问题是 对粮食问题大家都不愿意讨论 总认为没事 然后呢 政府拖地 各个省 号称自己的粮仓 能够保证本省的粮食供应安全 有许多省的战备应急库 公布出来的数据 是足以保障市场15天的需求 就从这个数字 你看出来就是非常可笑的 大多数国家都是按年来计算的 你是用天 半个月 所以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很多数据 在宣传的过程中 它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你跟别人一对比 整个就 没办法看 说句良心话 我们在今天的中国 看到的这些数据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它不愿意把自己的 底库露出来 可以理解 这都属于国家机密 但是有些地方政府 为了安定民心 他们报出来的数据 可能更让人感觉到惊恐 世界粮食市场 出现价格波动 供应方减少了一个阻力局 中国又出现了 这种灾情 尤其是东北 刚刚种植下去 等着秋粮丰收呢 你要知道 对黑土地来说 它一年主要的收成 就来自于秋季 这会把它淹了 基本上 就很难弥补 东北的日照是很有限的 可能大家对东北情况 尤其是农业 不是很了解 我可以告诉你 原先 东北有很多好的品种 比如说大紫红麻油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种植的一般都是小紫红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日照不够 是吧 你还没接 没接仔呢 它那个双降就到了 那么其他农作物也存在这个问题 东北要是在耕种季节 出现重大的变化 它就很难保证 在双降之前 能够弥补上 这些 农产品的 灿烂 今天你看到的这些问题 在秋收的时候 都会爆发出 巨大的危机 从今天 你就应该能感觉到 这些数字非常可怕 我们许多人 都是后绝后绝的 要过几个月 才能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其实这个世界 大多数东西都是联动的 而今年关于 粮食安全的问题呢 有一连串不幸的消息 我觉得值得大家去重视它 这些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你都会遇到 它关系到每一家的参租 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世界市场 粮食供应 以及粮食价格的波动 在三年前就很明显 去年有很多国家 禁止对外输出 尤其是像股物 大陆 今年因为战争的原因 乌克兰对 全球粮食的输出 遭到了重大的挫断 俄罗斯在拿粮食 其实我们都应该能看得到 这对中国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你很难改变 普京的观点 他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筹码 他主要不是针对中国 甚至也不是针对 欧洲的这些国家 他主要针对就是非洲 非洲出现人道灾难 因为缺粮 而导致危机 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消耗完了别人 再结合 现在我们看到的 东北和河北的这种水灾 无论它是天灾还是人祸 后果已经造成了 所以我觉得严峻的结果 在未来的两三个月里 必然会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